监察委员高凤仙以及蔡培春到县府巡查 县府除了向监委报告南投各项建设发展情况之外 县长李明珍特别提出了垃圾处理等五大建议 希望监委协助地方解决问题 县长表示 环保署将南投县的垃圾分配给云林大林焚化炉处理 但大林焚化炉一直尚未启用 南投垃圾只好送到台中、台北或是高雄焚化 不但运费成本高 垃圾堆积更造成了环境问题 今天高委员还有蔡委员到我们南投县政府来行事 来给我们做A5的独岛 我想这两位委员提出 想请庄业能够来改进的环保时 把我们南投县的垃圾的焚化 分配在这个林内的焚化炉 因为云林县政府长期的不来燃烧 造成我们南投县的垃圾没有地方去焚化 我是请监委能够提出 向环保时提出强烈的 要云林的这个焚化炉一定要来燃烧 解决我们的垃圾的问题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我们是希望没有焚化炉的县市 让我们恢复这个烟埋 就是在我们过县市 过乡镇公司 我们在搜垃圾埋场 自己来烟埋 也不会造成垃圾的 这么一个囤积这么多 造成空处秉持的环境的不好 所以这一点我们是请监委帮我们协助 对于李明珍的建议 监委高奉仙以及蔡培春表示认同 并希望县府进一步提供资料 必要时监委愿意启动调查 或请中央相关单位协助解决 县长也提了五点的一个诉求 我听来都觉得蛮有道理的 那比如说这个承株的问题 环保垃圾的问题 还有农业外劳统策分配款 配合款的降低等等 是不是可以请县府这边准备一个书面的资料 那我们有些可以在中央巡查的时候 到行政院的时候可以说 有时候到各部位去巡查的时候可以讲 甚至于呢 有必要我们可以来自动调查都有可能 所以这部分请能够准备一下资料 你南投是一个以光光为主的农业县 又追求县民的幸福这样的理念 相当切当 相当切当 因为多年来行销南投的这个效益 都逐渐形成 所以一般民众对南投的印象 都逐渐在强化 林县长同时建议监委请中央检讨相关不合时宜的规定 也希望中央开放农业外劳 解决农村缺工的问题 对于中央统筹分配财政资源 希望重新检讨 解决地方财政困境 至于中央补助地方建设 地方负担的配合款 林县长也建议降低 因为地方无力负担 这想止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